今天冷咱们装个火锅吃吧 那吃火锅好 那丸子酥肉一大堆了 装到锅子里吃多美 行吗 那咱今天吃火锅吧 你小子一天挺惦记着吃肉 那里面得放点火锅里面 咱们没有肉啊 来 我给它装锅子 不用不用 全是舌子的 我给它装出去 行吗 这全是简单吗 我做好了你俩吃 行吗 行 我给它装锅去 把这葱锅再洗上一遍 装锅子这个火 黑哥必须请你切 让老妈装这个锅子 丸子酥肉都得少一半 所以说这个黑哥想的明明白白的 这个事必须自己来 大家好 我是黑哥 今天天气特别冷 这是老妈说了 三九过了半了 三九四九是冬过石头 今天老爷子想吃这个铜火锅 今天我就给老爷子 老妈装一个铜火锅吃 我给了派一封 不留意 我给了晓风 就是 这么长的 不滑 最后 装锅子 不滑 就是 搞 你 这分分钟的功夫 黑哥就把这做火锅的食材 全部准备就讯了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灯灯的 特别丰富 现在黑哥开始装火锅 下面先铺上一层白菜帮子 再码一层蘑菇 再来点炸红薯块 里面再来点海带丝 这边再来点红薯粉条 肉还没放了 已经装的快一半了 再码上一层白菜样 这样就把荤素全隔离开了 上面全是肉了 再匀匀的码上一层酥热 这现在看装的屎成 一会儿一烧开了 它咕嘟咕嘟就全下去了 所以说这个锅子必须装的满满的 再码上一层豆腐片 这中间再码上一层再炸豆腐 装的是有模有样吧 黑哥这也具备卖这个通火锅的潜力了 现在再码上一层牛肉丸子 这个丸子就得码得密点 家里这个火锅是个中锅 不过一家人绝对够吃了 多放点 以后这边边角角的全给它塞上 最后再码上一层的酱肉片子 酱肉可比烧肉好吃多了 真材实料 锅子已经装好了 现在黑哥烧点固炭 这种机制木炭得多烧一会儿 不像那赵二八经的那种 果木的木炭它好着 这个得把它完全烧透了 才能往火锅里放 所以一会儿要在家里烧火锅呢 把这窗户打开 多多劲 虽然冷嘛 但是也没办法 要不家里熏的不行 趁这个功夫 我又兑了一个调和汤 就用老妈做酱肉的那个酱汤 兑了点水 加了点盐 这就OK了 这一会儿要慢慢的往火锅里面加 木炭马上就烧好了 现在我把这调和汤兑到这火锅里 顺着这个锅中间往下浇就行了 浇到这火锅周边 能看到这个汤汁就可以了 再次盖上盖子 现在往火锅里加木炭 这块已经烧得通红了 木炭都加好了 这种机制木炭特别耐烧 而且没啥大味儿 这一会儿火锅就烧开了 烧开就能开整了 这汤都开始往处流了 看样子是快开了 这个打开看一下 中间开了 这边就还得再稍微烧一下 再烧个两三分钟 火锅已经热得差不多了 现在我把它上桌 开走 爸 爸 你来把下面这个盘先端过去吧 咋坏了 马上就开 爸 闻见香味了吗 闻见了 看着就过瘾是吗 看你儿子装的这锅子 哇 美不美 美 儿子 这么都是肉呢 菜到哪儿去了 咱家装锅子 这肉必须摆在表面上 菜全在下面了 你看豆腐粉条海带白菜 全在下头了 要把那个肉全放下面 这咋卖钱啊 你看你儿装这锅子吃88吗 我看108都买不到 108都买不到 吃吧 整整的吃 这么好的锅子 今天喝两杯 你不开车吧 不开 今天不开 不开 快点 看来就得跟着老爸混 有肉吃 有酒喝 整吧 好了 下面真的菜不少 海带粉条白菜全在下头了 看来儿子今天还没骗我 老妈做的这酱肉 是娃娃香啊 没头了 猪肉也不压于这个酱肉 鸽子鸽味嘛 来 喝一下 来吧 火锅就酒 越喝越有啊 人家不是饺子就酒 越喝越有吗 只要菜硬 啥都是越喝越有 菜好了就是下酒 你忘了吗 妈 我爸这只要菜一好了 就要喝两杯 菜不好了就不喝了 是吗 菜一好马上就香去酒了 对 看这上面的 白菜红薯 蘑菇 蘑菇都在下头 还有蘑菇了吗 装的还不少了 啥都装上了 十样 十斤火锅 咱俩是一口同声 吃上儿子做的是火锅 暖身 暖胃 更暖心 老张 今天还随着你的院了吧 吃得舒服 好 吃得舒服 吃得舒服 看着这一锅 要不顶十个菜啊 儿子 你今天做的火锅太棒了 也不能说是黑哥的火锅做得好 关键是老妈的单药库充足 丸子酥肉酱肉什么的都在那里 会上这一锅它能不香吗 尤其是在这寒冷的冬天 一家人围到一起 吃上一个这热气腾腾的火锅 也是人生一大坏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